祝大家平安 平安 我們一起來地頭到床 讓我們的父神我們謝謝祢 因為祢用祢獨生子的鞭傷 使我們的內心得到一致 使我們的罪離開我們 讓我們得以成為祢的兒女 讓我們得以在祢的聖殿裡面 享受祢對我們的愛 謝謝主耶穌也謝謝天父 在我們每天的生活當中 賜給我們真正的平安 雖然外在的環境 有很多人在傷害我們 雖然我們面對這一切 我們並沒有力量 可以去抵抗他們 但是我們知道 愛我們的父神 祢的愛依然不離開我們 祢依然與我們同在 謝謝主耶穌 祝主耶穌幫助我們每一個人 可以在祢的愛中得著恩典 也幫助我們每一個人 藉著祢的恩典 可以在我們的環境當中 去影響更多的人 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的美好 主耶穌我們要將今天的禮拜 供經的教授在祢的手中 恳求聖靈與我們每一個人同在 開我們的心胸 雖然可能在我們來到教會之前 有很多的事情困擾著我們的心思意念 困擾著我們的肉體 但是恳求聖靈幫助我們 將這一切的捆綁都移開 恳求聖靈與我們同坐 就在我們這個會場的當中 與我們來同享神的恩典 恳求主讓我們在今天的禮拜當中 我們重新的得著力量 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天天的靠著主耶穌來得勝 祷告奉主耶穌的名求 Amen 我們一起來攻讀神的話語 今天我們所要看的聖經解釋 記載在舊約撒摩爾記上 第十五章十七節到二十三節 我們的前面的螢幕也有 我們一起來攻讀今天的神的話語 撒摩爾記十五章第十七節 撒摩爾對扫羅說 從前你雖然以自己為小 豈不是被立為以色列姿態的元首嗎 耶和華告你做以色列的王 第十八節 耶和華拆遣你 吩咐你說 你去擊打那些犯罪的亞馬利人 將他們滅絕盡盡盡 你為何沒有聽從耶和華的命令 急忙掳掠財物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呢 二十節 撒摩爾對撒摩爾說 我實在聽從了耶和華的命令 行了耶和華所拆遣我行的路 行了亞馬利王亞賈來 滅盡了亞馬利人 百姓卻在所當滅的物中 取得最好的牛羊 要在吉甲獻於耶和華你的神 二十二節 撒摩爾說 耶和華喜悅班祭和平安祭 豈如喜悅人順從祂的話呢 聽命勝於獻祭 順從勝於供養的旨由 二十三節 悖逆的罪與行邪術的罪相等 頑梗的罪與拜虛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你既厭祭耶和華的命令 耶和華也厭祭你作王 以上是我們今天的聖經節 請大家翻一下周報的第十頁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金句 就是從撒摩爾記第十五章的第二十二節 好我們一起呢 來大概一起開口來讀聖的話語 撒摩爾記十五章第二十二節 耶和華喜悅班祭和平安祭 豈如喜悅人聽從祂的話呢 聽命勝於獻祭 順從勝於供養的旨由 好我們再一起來同聲的再來讀一次 耶和華喜悅班祭和平安祭 豈如喜悅人聽從祂的話呢 聽命勝於獻祭 順從勝於供養的旨由 便耶和華思有的智慧 能夠明兩號所教導我們的話語 以下今天呢 講到的時間呢 我們的靈魂傳道所要講到的主題是 我謝什麼 我們把時間交給傳道